陳偉業議員 高鐵最早提了三十個動議 拖了兩個多鐘 我當然後悔當年不是提三千個動議 如果當年提三千個動議 高鐵就過不了 現在就不用那麼多人後悔 需要幾百億 倒入鹹水海 到時就是億那些內地的富豪 來香港看話劇 就不是幫香港人 到時就邊坐邊邊驚 說就說高鐵 到時真的不知道什麼鐵 廢鐵變了 梁振英應該多謝我們 早幾個月前 拉布拉丟去那個五C十四局 如果不拉丟去那個五C十四局 你給多另外兩個C 給多另外兩個局長 政府又多四宗的醜聞 醜聞不斷 兩次的拉布的議題 一個就是這個高鐵 當時拉不倒 我今天都還後悔 拉倒這個五C十四局 事實證明 是充滿智慧的決定 是充滿一個政治智慧的決定 你看看這家政府 三C十二局 都是一坨屎 脫頭脫骨 各個局長 不是這個人有問題 就是那個人有問題 有些次次要叫司長 想想我姐來救架 你再多兩個司長 兩個局長 再多兩個局長 我姐沒再受多十磅 怎麼救啊 所以你們的保皇黨 都有少少常識 不要說智慧 你現在在說這個老人生活津貼 田北辰經常在這裏說 為了那些老人家要快點批 為什麼你不說那些老人家 因為你過了這件事 永遠沒有這個的生活津貼 那裏成過百萬老人家 那百萬老人家的權益 就粗在你們保皇黨的手裏 你們跪在政府面前接受這個 就令到過百萬老人家 沒有了這個生活津貼 有些老人家跟我哭著說 他們說大舊一定不可以讓他過 他過了 我們一定過了十八萬 那個資產審查 那十八萬資產審查 那十八萬就是我們的棺材本 我們流離買棺材 流離買墳地的 你過了這個 我們就永遠不會有這個的 長生樁 所以一定不可以讓他過 經常在這裏說風涼話 在這裏扮正義 沒得拿老人家怎麼辦啊 所以主席 如果大家繼續動著長毛 你是邀請人民力量 加入這個戰圈 所以你們想清想錯啊 扮正義 扮正義就要幫全港的貧窮人士 幫全港生活在這個苦困的人士 和政府宣戰 這個官商勾結的政府 這個向這個財權傾斜的政府 為這些人士就要取消這個功能組別 不要在這裏扮正義 講風涼話 全部的政治權貴 都是靠這個的大財團 靠這個的政府 坐車邊在那裏撈油水的啦 你看看你們的資產暴升 是不是 做了沒多久 出了來 貼住保皇黨 就跟著做這個政治助理 跟著就炒樓賺大錢 二十三十幾歲仔 已經數以百萬身家啦 是不是 這就是政治權貴的真嘴唸啊 看清楚這些政治權貴的嘴唸啊 扮正義在這裏 有沒有你把你賺了那些錢 幫那些窮人 去幫那些板間房的人 改善生活啦 不是就是自己水漲船高 所以主席 人民力量很清楚 要幫這一個的老人家的 幫這一個的基層人士的 我們意不容辭 所以如果要拉布的 我們隨時加入戰圈 我想提醒大家 不要太湧聚去大家重提論 以及大家其他同事 我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 就是悶了 不過事實上 重複又重複 三十 你都沒有重複啊 你在說話 陳柏葉宇現在是我在說話 剛剛我未夠五分鐘 三十二條